很怕上班? 上班做也不對 老闆怎麼做也不滿意? 然後你心裡想 來呀!你說怎樣就怎樣 怎樣做又怎樣做 又不對? 如果我告訴你為什麼 你想不想知道? 六歲那年我生日 我媽媽的朋友帶了我和我哥哥 去柴灣魚灣村的玩具店 去買生日禮物 我哥哥 一手就買了一個五百元 五隻獅子合體的白獸王 而我呢 我就買了一個小小的 四十元的甲蟲變形金剛 連主角都不是 那時候我心裡想 算了 不要買這麼大份 我不夠膽說要這麼大份 我是弟弟來的 我要小份一點就可以了 我又想問你 在你心裡 又和自己說過幾次 不如算吧 我不夠膽問 我怕我做得不好 我怕我不夠好 我想和你們說 不要再接受一些 連你們自己心裡 都不是最想要的東西 而上班 亦都是一樣 因為你和自己說 我可能不夠好 我可能不夠聰明 不如做到這樣就算了 我不知道做不做得到 我都是不好做的 如果你想要那隻白獸王的話 你就要學白獸王 心裡邊 和自己說的是什麼 十二月十日 我想和你說 嘩 十二月十日 我想和你說 三個辦法 做一個開心 有表現 同事喜歡你的 白獸王 有興趣的話 就卡下面的Google方 馬上報名 到時見 有興趣